大家好呀 本期视频我们来聊一聊果河泥龟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别忘了点个赞支持一下 话不多说 咱们直接进入正题 果河泥龟也叫条纹洞胸龟 在龟宠圈属于蛋龟家族 生物分类上是洞胸龟科 洞胸龟亚科 洞胸龟属成员 外观上条纹洞胸龟最显著的特征 除了小巧圆润形似果河的体型 就是其贯穿背甲的三道金黄色 棱线非常醒目 果河的自然栖息地在美国东海岸中南部 以及佛罗里达半岛 由此果河也大致产生了两个地域种群 分别是分布在美国东海岸的北派果河 北派果河需要冬棉色素沉淀颜色较深 以及分布在佛罗里达半岛的南派果河 南派果河不用冬棉颜色较浅 和所有泥龟类蛋龟一样 果河水性一般 富甲前后有一对鸟链 可供一定程度的壁壳来增加防御力 同时果河也是世界上体型最小的龟之一 成体也只有10厘米左右 即便是体型更大的雌性 也很少超过13厘米 习性上果河虽然是水龟 但也有较强的陆气性 热中晒背 也经常上岸觅食 原产地的果河就经常被目击到 在农场的牛粪里钻来钻去 吃里面没有消化干净的草料和各种食粪虫 面对果河的老八行为 当地的居民亲切地称呼果河为牛屎龟 虽然相当一部分果河是有冬棉行为的 但是国内龟虫市场上的果河似乎主流依旧是提倡加温 可能是因为加温的果河会在冬天多产一次卵吧 果河的饲养难度在弹规中算是比较高的了 还是那两个万恶之源 容易应激 对温差敏感 以及由此引起的严重腐皮等一系列问题 这可能也是饲养果河提倡加温的另一个原因吧 容易控制温差 同时饲养初期增加躲避 尽量不要打扰适当隔水晒背 可以有效降低受咳率 视频的最后 我想就着果河的习性 再谈谈乌龟冬棉的必要性问题 就拿果河举例 作为一种有冬棉习性的龟 不管再不再需要冬棉的地区 都可以很好的繁衍生息 甚至非冬棉区的果河 还有更高的繁殖效率 所以说即便是冬棉品种的龟 冬棉也不是绝对必要的 有条件当然冬棉最好 没有条件 比如特别南方或者家里暖气很足 不冬棉也没什么问题 没有条件强行冬棉 塞冰箱或者放到冰天雪地的室外 比单纯不冬棉风险大得多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别忘了一键三连加关注支持一波 咱们下期视频见吧 再见